郭文貴議員 主席有請署長 請位署長 劉委員早安 署長我來接續吳委員 對那個得享台北輪的事件 來請教你 我在3月17號就在這個地方 我有特別請教你 這個得享台北輪的問題 還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我就提醒署長 可能要注意 那署長馬上就答覆我一句話 你記得齁 事情處理不好 不小心就下台了 那一天的答覆 這第一個齁 那第二個我再請教說 得享台北輪會不會是2001年 墾丁的 阿瑪斯號的反版 那署長答覆我是什麼 你知道嗎 環保署在法令規章應變能力 SOP都比較完整 你是答覆我這樣 是沒錯 那第三個我要特別提到說 台灣海域受難日 是什麼時候 為什麼這個海域受難日 市長說你不知道 對不對 我還特別提醒你 就是阿瑪斯號 那你現在可以跟我講 現在 得享台北輪 本國的自己的貨櫃 貨櫃 發生這個事件 是不是成爐2001年的 阿瑪斯號的反版 我想不完全是反版 這個 第一個 我們這個我剛剛講也是國輪 第二個從 林俊毅當署長那個時候 也因此而下台 這個教訓可以說很很重 所以不管是環保署乃至行政院各單位 都有根據歷次的這種海難事件 做了一些 市長我沒有要求你要下台 因為是那天你答覆我這麼樣 我3月17號你看一下 這個就描述當時的情況 3月17號 首次進行抽油作業 移除35.6公噸的柴油 是的 OK 那是3月17號 3月21號 船東開始使用高壓噴槍清洗機 進行暗劑受污染膠石清洗作業 3月24號 一個禮拜 船身裂開 船身輪油約有239公噸的燃油 35公噸的潤滑油 以及35公噸的廢水污油 及614個貨櫃屋 貨櫃 3月17才移除了35.6 那其他的還有 200多公噸的燃油 還有30幾公噸的 廢污水污油等 那其他的像吳遠所講的 獨行化學物質那先不談 就這些有來講 今天到3月25號 船體斷列成兩節 那可能造成的污染 傷害會更大 那這種情況下 站在一個最高的一個環境保護 降低污染的一個主管機關 他到底作為是什麼 他的作為如果說 就叫船東 你要怎麼做 你該怎麼做 叫地方政府 你該怎麼處理 該怎麼處理 那這個環保署的功能作用 是在什麼地方 而且你又跟我講說 不小心就為了這個事情得下台 你又跟我講說 我們已經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建立起來的SOP都比較完備 所以當我們這些委員會的人 會期待說 我們環保署有更積極應用的作為 而不是只有等待 我們只是叫船東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等待他的慢半拍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還有相關提出的計畫 應該不是這個樣子啊 而且以署長 你的作為 我會覺得更有所期待 所以3月17號 我才特別提醒這個事件嘛 我才在這委員會 特別要求說 把你們整個處理過程裡面 提給委員會 做一個說明做一個報告 當時是採 非常信任你們的角度 信任署長你的角度 但是今天你船隻已經斷裂成兩個部分 到底這樣的一個漏油的情況 要傷害到我們的海洋 到什麼程度 它會不會 不是2001年的阿瑪斯灣版 但是會不會比2001年的阿瑪斯灣版更嚴重 你回答我 所以17號在這邊打巡的時候 確實那個時候情況是比較樂觀的 因為所有的這個船隻到位 開始抽油 您剛才說了 那天就抽了大概30公噸 其實這個作業一直做到 大概22號23號 總共抽出來有200多公噸 主要抽的是那個後段的船隻 因為後段它已經有一些傾斜了 所以先做後段 那後段現在在重油部分其實已經抽完 它還剩一些潤滑油 它還在封鎖在它的那個艙裡面 那麼24號風浪轉大 其實在船遇難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船有裂縫在中間的部分 不是 所以它不能拖 因為一拖就更嚴重 我要強調了 我要強調就是說 到底環保署的積極作為是什麼 你可以跟我們講 你講清楚 到底你們的基礎作為是什麼 不是只有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就是一直吹船東 叫船東 叫地方政府 做什麼嘛 我們環保署應該有我們自己作為 我跟你講 船隻擱潛 船隻擱潛 超過一定的時間 基本上你們就應該可以掌控住了嘛 就像你講的 我們已經有比較具備的這樣的因應的作為嘛 更何況它已經擱潛完之後 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們才有後續的應該的作為因應的一些辦法嘛 對不對 而不是只有丟給船東嘛 現在還是一個公權力何時介入 和公權力有沒有能力的問題 就環保署來講 我們一隻船都沒有啊 我也沒有那個機具去吊它呀 所以我剛剛回答前面的蔣委員的時候 我有提到 政府的組織再造 要把這個工作放到海洋事務委員會 然後海巡署它有船隻嘛 這個就是一個組織再造 到現在不能完成我們碰到的一個困難 署長 你現在不是答覆我這個問題的齁 我跟您回答就是 今天環保署啊 環保署你心願的就任 你下幾個署長都沒有那個能力啊 因為你沒有船隻 你有沒有那個什麼樣的能力 公權力有沒有這個能力 不是端現在你答覆我這樣的狀況 就可以卸責啦 你那天答覆我 就是說我已經有具備這樣的應變能力 有這樣的經驗嘛 不小心就要下台 這個話都是你講的嘛 完全沒說 你不要講說因為組織沒有載照 因為環保署沒有半隻船 行政院早有這個認識啊 你不要把國衛當成三最小的地方 再玩耍啊 沒有不敢啊 我只是想要說 你當一個署長 我還期待你有比較 因應的作為 比2001年 那樣的事件 我們學到教訓 我們那天定做台灣海運搜納日 我們不希望這事情發生 你現在跟我說不準 你現在跟我說不說煩惱 你現在跟我說做這個要改組 那是對嗎 所以你跟我說這句話 你借在你自己的身份啦 你借在你自己作為啦 你借在喔 你給我對你的存在啦 我再說一下 3月17號 我再請教你 我再請教你啦 這個 台北倫是我們本國的啦 那我請教你 澎湖的納愛一級的貨能 你們現在怎麼處理 這個我要問一下我們處長 我們以前有一個本國級的消耗性這種狀況 我們也抽喔 金金也看得直接準就對了 必做兩歸 也抽前面看得看得人真相中啦 好 這是本國的喔 你們現在紐約籍的貨能 雲海號怎麼處理 你們的報告 你們在網站上的報告到3月23號 今天已經3月30了 七天 七天完全沒有看到你們任何的一個進度 跟委員報告齁 那個澎湖雲海倫啊 船都是委託給澎湖當地的一個儲物公司 是超國 那麼他之前在海象好的時候 也上去抽了 大概把整個大艙的柴油都抽完了 那現在大概剩下的就是 一些機艙裡面的柴油 今天已經出海 昨天的這個海象還沒辦法出海 今天已經出海了 那他預估如果出海順利的話 剩下的大概五六十噸的柴油 大概是兩天的時間可以抽完這些柴油 那所以我只是要提醒了 這個這個事件我們只是擔心污染擴大 我們只是期待環保署 有更好的這樣的更積極的作為 因為我們過去在2011年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 我們只是期待這樣而已 我們只是看到說環保署你可以 可以在這個事件 在這兩個事件上 看到環保署的主動出擊 看到環保署做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我想我們反而會鼓勵你環保署 肯定你署長肯定你處長 但是如果像剛才你署長這麼答覆我 我沒有報價准 我的公共管理可能不僵 沒有的靈略沒有的靈略 我做這個要再改做就對了 真不好意思 我是來再問你也沒什麼道理啦 但是我們是一個國會的議員 我們當然有義務繼續跟你對中 我們有確認嘛 所以你現在本國的工具 你處理這樣 現在對外國的的專者 你再用這樣處理就對了 所以我跟你講 就算我沒給你露台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做下去 也不要再做下去 存不幾天 委員醫師要我今天辭職下台嗎 我沒有叫你今天辭職下台 我從來到底有沒有這樣 我們這個做不好就辭職嘛 就很簡單 你想想要辭職 你就可以馬上辭職啊 是啊 我今天提辭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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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肯定您 該負責就該負責 就像你上次實際上所講的 做不好 因應不好 你就該辭職下台 請回去 該下台就不需要再問了 處長留著 笑死人 存一個十幾天 存一個一、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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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台 是靠一個努力 變成肯定了 下台不會靠智慧 走得身影啊 亂七八糟 留下一大片的 被海岸的汙染 甚至以噴噴到 過度的、重度的汙染 傷害到整個台灣的海域 台灣的海域算入 要再度 被國際社會 這樣來對我們台灣 整個環保署的應變能力 七級 做為 看到如此糟糕 這是台灣支持啊 好 該下台就是下台 嗯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